刚刚损失了颗头颅的巨大魔头,显然也同样恼怒之极,一声立笑,剩余的七颗头颅捏捏有词起来,同时两手也突然捏出了一个古怪深奥之极的手印,呼啸之声大气,原本在下方澎湃狂有的血海,突然间以巨魔为中心飞快地转动起来,一个巨大漩涡轻可先形成,并化为一根巨大的血色水柱,一下冲天而起。 巨魔手中发掘一挺,一只大手默然冲下方水柱一抓而去,血色水柱光芒闪动不定,一声轰鸣后,静一下凝围了一根血色巨棍,足有数百丈长,表面明印有黑色符纹,巨魔一把将此抓到手中,并毫不迟疑地冲巨原方向狠狠地一棍扫去。 滚滚棍影立刻划为了一股血色飓风,狂卷而出,金色雷火和血色飓风交织闪烁,并不时传出轰隆隆的爆裂声。 三头六臂的巨原见此情形,目光一冷,手中六件兵器一举之下,直接气势汹汹,奔巨魔击射而来。 巨魔一声冷哼,手中血色巨棍一横之下,也猛然单足一踩虚空,击射而出。 一时间,两个同样猙獰的庞然大物就在半空中叮当乱响打斗了起来。 六团金光和一道血影,一会儿模糊不清,一会儿霞光万道,打斗声震耳欲聋。 而两者肉搏开始不久,十三团紫光和一条粗大的灰影也从两侧一闪加入战团中,正是韩丽的紫纹是金虫,以及那条灰色巨马。 二者的加入自然让这场争斗变得越发激烈。 轰鸣声和嘶嘶之声不时混杂在轰鸣声中,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,一团五颜六色的光运从战团中心处浮现而出,随着一股惊人的波动声向着四周狂散而去。 错过之处虚空皆是一暗,竟给人一种空间为之塌陷的感觉。 而就在这塌陷的中心处,两道人影一个亮枪各自向后飞射而出,一直间隔两三百丈之远,才各自勉强地稳住了身形。 正是韩丽所画巨猿和那名魔化的为首少年。 只是这时的两人模样,均都显得有些狼狈。 巨猿不但浑身金毛不少地方,焦糊一片,手中六件兵刃也只剩下了三件,并且还都残缺不全,只剩半截。 至于那巨猛不但浑身鲜血淋淋,肩头两个鬼头,直接被打爆了两个,变成了血肉模糊一片,手中血色巨棍更是一分为二。 看上去刚才的一番大战,巨猛明显吃了一个不小的大亏。 金毛巨猿和巨猛,远远互望一眼,都露出了忌惮之色。 就在这时,那塌陷空间中心处又一处轰隆隆传出,五色霞光一阵流转,一仗一缩,竟又再次爆裂而开。 但这一次,在爆裂的波动中,十几团紫光一闪,击视而出,正是那只寒厉的紫纹式金虫。 另一边,那条灰色巨猛也同样地要爆裂中心处飞窜而出。 但是半个身躯方从塌陷空间中探出一半,就被后面的一股巨大稀里一卷重新来到了远处。 顿时爆裂的光芒一下将巨猛彻底淹没在了其中。 目睹此景,巨猛身上突然一阵灰气翻滚,并忍不住在一张口喷出了一团精血来。 脸色一下又苍白了几分,那头灰色巨猛是其魔像师法所化, 竟和为首少年心神相连,如今突然被灭,竟让其从本体也一下遭受了不小的反噬。 如此一来,巨猛面面色愈发和先前相比更加阴沉。 巨猿见此情形,六条手臂猛然间同时一挥。 寒光闪闪,六件不同的法器浮现而出,每一个都崭新如初。 巨猿庞大的身躯一层金光流转,损伤的毛发也瞬间恢复如初了。 接着此猿猙獰一下,就要挥舞兵器再次飞扑而出。 但就在这时,忽然远处困住彩光塔,和另外一具化身九宫天前符化为空气中。 一声地动山摇的闷响传出,同时一座七色巨塔虚影,一闪浮现在了雾气上空。 只是滴溜溜一转,无数光柱就仿佛潮水般一喷而出。 光束所过之处,所有雾气为之一荡而空,那些隐藏雾气中的宫殿楼阁更是被纷纷地洞窜而过,又化为无数灵光溃散消失。 转眼间,这套九宫天前符就被一破而空,嗖的一声,一道七色长虹从巨大虚空中一闪射出, 几个闪动下就出现在了高空之中,然后光芒一脸就重新幻化成了一道人形。 韩丽所画巨猿目睹此景,瞳孔不禁一缩,而巨猿脸上却不禁现出了惊喜之色,那出现的人影。 正是先前被万箭图困住的另一具化身,此化身竟然在这种关键时候,终于动用采光塔,不可思议地神通,硬生生地破困而出。 不过当韩丽仔细在打量了对方一眼后,神色为之一动,重新又镇定如初。 刚刚脱困的少年,虽然手中仍拖着那一件七色小塔,但脸孔一丝血色没有,气息变得极其衰弱, 而手中小塔也黯淡无光,竟也损失了一定灵性的样子。 巨猛同样也发现了同伴的不妙,神色一宁,当即一声低贺。 怎么回事,你由采光塔护身,怎么变成这般模样? 那小子动用了一件非常难缠的宝物,似乎不是灵界之物, 猫不说我果断地动用了最后的手段,恐怕你也见不到我了。 不是灵界之物,那你现在怎么样,还能再出手吗? 只要你没有事,我自然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, 但是采光塔损失了一定灵性,至少不能再动用空间神通了。 竟然这样,这么说,我们两个联手也没有太大的胜算了。 少年望了望金毛巨猿, 又瞅了一眼另一边和灵区还站坐一团的最后一名同伴, 却默然地没有回话什么。 那一边,灵区明显身处下风, 但依仗着枝仙肉身的不死特性, 外加各种诡异的天赋神通, 自保上也是绰绰有余。 另外一具血光化身想要脱身离开, 却也一时无法办到。 巨魔同样看到这一切, 心中的迟疑自然更深了几分。 虽然眼前情形似乎大大的不妙, 但让他就此退去, 却实在心有不甘。 毕竟他这一次, 冒起险将三旅分神同时降临灵界, 原本是想将镇魔塔夺回, 好进行原先大计。 结果现在非但没有如意, 反而将另外两件玄天残宝, 一个弄得灵性损失, 一个弄得是莫名失踪, 心中的不甘和郁闷就可想而知了。 韩丽自然也看出了对方的惆怅, 忽然锁化巨猿三颗头颅同时念念有词, 一条手臂再猛然往身前虚空一抓, 一口金色断刃浮现而出。 巨猿只是将此人往身前一横, 霞光万道附近天地缘起, 为之澎湃, 无数光点在附近虚空中浮现, 声势惊人至极。 玄天残宝。 巨猛一下尸声出口, 双目死死地盯着巨猿手中, 闪闪发光的断刃, 脸上现出骇然之色, 另外一名少年看到此情景, 眼角也不禁一阵急跳。 走! 巨猛脸色一阴沉, 口中终于低沉地说道, 随后其四尺一动, 下方血海一个翻卷, 赫然间化为了一片血光, 将其庞大的身躯一包, 向后破空遁去。 手托宝塔的少年见此情形, 面上肌肉一动, 将手中宝物微微一晃, 也化为了一套七色长虹, 鸡射离去。 至于远处正和灵区缠斗的另一具化身, 似乎也得到了传讯, 全身血光猛然一仗, 逼退了灵区, 人也漠然地向后鸡射飞走, 转眼间三者就汇聚一团, 顿光一下连结一气, 向天边顿去。 小子, 此事绝不可能这般了结的, 这一次我尘书宝物没有带在身边, 才奈何不了你, 那下一次见面的时候, 老夫一定要将你抽魂变破, 一报此仇! 为首少年阴森的话语声轰隆隆地传来, 但等说出最后几个字眼时, 锁化血光就一下在天边尽头处消失无踪。 此魔一决定退走后, 竟然走得是诡异干脆, 连头都未曾回忆下的样子, 似乎他非常肯定, 韩利绝不会趁势未遂追杀。 金毛巨员笔直地悬浮在半空中, 望着大敌消失的方向, 面上丝毫表情没有, 果然没有丝毫动身去追的意思。 不光如此, 远处灵区单手一掐绝, 一闪在原地消失, 但波动一起下, 又漠然出现在了巨员的一侧, 束手而立不动。 巨员突然一声冷哼, 提表金光一闪, 三头六臂的法相一下破灭消失, 随之又一堕足, 身躯瞬间缩小了数百倍, 金色毛发同时尽数脱去, 也恢复了人形。 而还原了本来模样的韩利, 脸上并没有露出喜笑之色, 反而又向远处天边扫了一眼, 脸上露出了几分凝重之色来。 只是区区几句话深, 竟是如此棘手, 若是本体到来, 还不知道强横到了何重程度, 大成七的厉害, 果然名不虚传, 不, 比传闻中的还要可怕三分。 韩利喃喃了两句, 才将目光最终收了回来, 然后抬手冲一旁的灵区一招, 灵区一晃, 化身为一道淡淡绿影, 冲其击射而来, 一个闪动下就没入其身体中不见, 十三只紫纹是金虫, 也一个盘旋腾空飞起。 韩利刨袖一卷下, 就放出了一片绿霞将灵虫尽数收入袖中, 接着双目一臂, 单手掐绝念念有词起来, 一个拇指大的血纹在其眉宇间浮现而出, 闪动着柔和的光芒, 不过片刻功夫, 韩利双目默然一睁, 脸线喜色, 自语了一声, 果然有效, 那紫眼底也并没有跑得太远。 化身刚落, 韩利就手中发觉一变, 谁知不停变换出各种复杂的手印, 同时眉宇间的血纹也忽暗忽明闪动起来。 没有多久, 另一方向的天边处破空一响, 一道黑色顿光积舍而来, 在顿光中赫然有一个紫乎乎的圆形东西, 正是那只原先自行飞顿而走的紫眼底。 不过此顶一飞到离韩利还有数百丈远的距离时, 却默然一顿停下了顿光, 现出了紫色小顶的圆形来。 此顶体表紫光障缩不定, 并发出滴滴的轰鸣声, 似乎对接近韩利大有些迟疑的模样。 但是韩利催顿血纹产生的一种冥冥中的联系, 却又让紫顶同样的不愿意离开。 韩利望着小顶, 嘴角喜色更浓了几分, 血纹一闪, 竟从眉宇中直接飞出, 并一顿在身前旋转起来, 同时他口中咒语声一下大作, 十指一弹, 一道道五颜六色的法觉射出, 一闪即逝下纷纷没入了小顶中。 小顶一颤, 立刻发出了一声龙吟般的清鸣, 一动下竟直奔血纹积湿而去, 光芒一闪, 血纹同样一下没入小顶中。 此顶立刻提表泛起一层血光, 同时长鸣声一下高昂了几声, 似乎变得是欢喜异常。 韩利见此情形同样是微然一笑, 这才抬手冲小顶轻轻一点。 紫色小顶一个晃动, 竟听话之极的一飞而来, 最终化为一个数寸大小的迷你模样, 稳稳地落在其手心中。 韩利心中大喜, 长吐了一口气, 将小顶往眼前一抬, 双目蓝芒一闪, 仔细打量了两眼。 只见小顶颜色暗紫, 但表面明印着许多不知名的符纹, 更有一层若有若无的黑气, 将紫顶通体包裹在了其中。 韩利双目微微一眯, 突然托起小顶的手心中灵光一闪, 竖到金银色符纹, 无声浮出, 并一闪就贴在了小顶上。 小顶只来得及一声低鸣, 表面灵光就一下变得呆板木燃起来, 再无原先近似妖异的通灵模样。 不光如此, 韩利食指一动, 雷鸣声大起, 无数金色电弧从指尖弹射而出, 化为一张金色电网将小顶全部包裹进了其中。 电光一阵噼里啪啦的缩小, 手心中立刻出现了一个金色小球。 韩利这才神色一松, 另一只手掌一翻转, 一个洁白如玉的盒子浮现而出, 金球一闪被装入了其中, 一只袖子又飞快地往河上一抖, 又有十几张五颜六色的浮路飞射而出, 一贴后立刻形成了几个微型浮阵, 深深地镶嵌在河盖上。 韩利竟然三下五出二地将小顶暂时封印了起来, 将玉盒收起, 他才长吐了一口气, 整个人真正地放松了下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